大家好 今次回大灣區繼續和大家探索珠海 看看有什麼好玩又好吃 值得玩又值得吃 上次我們去了鳳凰灣 今次我們去另一個方向 來到珠海的南面 是一個專屬的度假區 就是環錦 環錦算是一個比較新的發展區 主要是以休閒度假 商務中心發展為主 今次兩天一夜我們會去住環錦海悅酒店 和家人入住的房型全部都是嘉賓軒豪華客房 也就是說可以享用行政走廊的禮遇 包括黃昏時段的Happy Hour 以及第二天的自助早餐 嘉賓軒的行政走廊全天都擺放了大量汽水和咖啡茶 酒店都非常細心 除了安排到比較高樓層的房間 也盡量把我們幾間房安排在附近區域 這間酒店落成了都不是太久 所以所有東西依然非常新正企 房間設計就用上了大量的木牌元素 感覺比較柔和舒適 外望一個比較開揚的景致 可以遠望到河景和翠綠的山幽 房間整體上都挺闊落的 兩張單人床都非常寬敞舒適 洗手間採用滿開放式的設計 文理鮮明的白色大理石牆身 和黑色的雲石洗手盆桌面 形成強烈的對比 感覺上都挺高硬豪華 打開了這道磨砂玻璃門之後 就是淋浴的區域 設有雨淋式的花灑系統 而且還有一張石椅 整體的空間都挺舒適寬落的 而這個牌子的沐浴露都非常之香 在這個木條紙特色牆身後面 隱藏門打開之後其實是廁所的位置 而且內設一個洗手盆 靜皮上來就更方便衛生了 不少客房之間都像有雙年房門 有需要的時候打開之後 就可以變成一間四人房 mini bar 擺放了大量茶包 咖啡capsule 可以免費享用 房間的冷氣都很夠冷 燈光氣氛都挺柔和舒適 好了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酒店的設施 酒店設有室內泳池和室外泳池 感覺都挺空曠的 好天的時候曬下太陽都挺捨意的 不過大家記住 內地不少酒店即使是外國品牌 都會要求住客在游泳的時候要戴泳帽 所以大家如果打算下水 就記得最好戴定你的泳帽 因為現場買都有點貴的 除此之外泳池旁邊還設有按摩浴池 水力都挺充足 除了泳池 同一層都設有一個具規模的健身室 而且健身室都有多幅的落地玻璃窗 自然光線充足 外幕開陽景致 現身室內的設備和器械都挺齊全 不論是帶氧運動的設備 或是重量訓練的器械都應有盡有 今天午餐我們會去試酒店的中菜廳響月 是一個點心的放題 在美團購買截實優惠價後 每位大約150元左右 由上午的11點半開始入座 可以吃到下午的2點半 大多數的點心都是即叫即做的 非常新鮮 而餐廳的環境都算是挺寬 餐廳中間的位置是一個超大的開放式廚房 可以給你看看點心的製作過程 這個放題的套餐的點心種類都真的很多 除了基本的燒賣蝦餃 典型的點心款式之外 也有一些很有和氣的小炒菜式 大多數的點心菜式都達到五星級酒店應有的標準 色香味俱全 以這個價錢來說都算是物超所值了 整理上的食材質素和服務水準都非常清心滿意 高質的程度都另外覺得真的可以另外拍一條影片詳細和大家介紹 吃到這麼飽之後當然要逛逛消化一下 酒店的基礎下面其實是一個名為創意坊的商場 雖然有不少店舖仍未開幕或者裝修 不過營業中的店舖總類都多元化 也設有遊樂中心設施 舊小朋友和大朋友玩足幾個小時 例如室內的卡車賽車場 讓小朋友放電就一流了 而且這個卡車場也非常認真 每位參賽的小朋友和大人都有時間記錄和排位 還有一個頒獎台給你打卡拍照 不想太刺激的話 也可以有其他活動項目給你們選擇 包括射箭 又或者是一些藝術品的工作坊 這些就是陶瓷作品的路作 加一點錢還可以直接幫你討運回香港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口袋屋 即是室內的遊樂場館 適合好動的小朋友 進去玩幾個小時 當小朋友去到貨店的時候 大人就可以出來這裡做個按摩 舒緩一下疲勞的身軀 價錢上有點貴 不過聽家人來說 他們的質素都算可以 至於女士們可以選擇護膚美容 這裡都有一兩間美容店 可以給女士做一下修眉修甲等等 商場裡面都有一些餐廳和餐飲店 以及一間中小型的超市 給大家買零食和飲飲 做宵夜 而且還有一間比較出品的手信店 給大家買手信 來到下午5點半左右 就可以去到行政酒樓的這一層 享用這個HAPPY HOUR 享用一些比較簡單的餐前小吃 還有喝幾杯 不過由於是假日 所以人流都真的比較多 酒店職員的review速度都說可以 很快就跟大家去看看是什麼吃 還有一些沙律配菜 幾款水果 三文線冷盤 還有一些開胃小菜等等 都有些不同的冷盤選擇 如果再餓一點 可以在這邊有一些葉盤選擇 例如點個雲吞麵吃一下 不過雲吞麵裡面的雲吞 吃下去就真的一般 另外也有一些炸春卷 還有咖喱等等 不過就不太香脆 甜品都有幾款可以選擇 整體上就普普通通 沒什麼特別值得推介 另外還有一個雞味酒的session 不過就沒有人幫你去沖 所以你需要自己去調製 這款白酒就一般 不耗酒的朋友都有幾款果汁可以選擇 吃飽了之後 大家晚上都可以再下去逛逛 這個商業建築裙 去到晚上的時候 就是一個亮燈儀式 著了燈之後周邊的環境都挺漂亮 可以拍照、打卡 來到第二早上 吃早餐我們就會去酒店大堂那一層 是一個自助早餐形式進行 餐的環境都挺闊落 而且座位都非常充足 去應對非常大的客流量 早餐的款式都算幾多 這邊就是一些西式的pastry 還有一些沙律配菜 還有一些waffle 還有班戟 還有各式各樣的cereal早餐 這邊就有一些果汁 不過看起來就一般般 歐六式的早餐 基本上有些煙肉、腸仔、燕麥、薯餅、燒雞扒、烤南瓜、蕃茄、粟米等等 另外也有些即叫即煎的雞蛋 例如煎蛋、炒蛋、暗裂等等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它預先煎好太陽蛋 雖然是可以馬上有一塊螺 但是其實很多都放在內 就冷了 至於這個溫泉蛋 吃下去就沒有什麼溫泉蛋的感覺 中式糕點和炒粉麵飯 聽家人說比較好吃 還有油炸鬼 還有自製豆花、鍋鍋鍋等等都不錯 我們就賣了一份暗裂 那就算是中中威中矩 不過至於這個什麼所謂的Egg Benedict 就真是完全不合格 那隻蛋的質感有點奇怪 之餘裡面完全熟透了 根本又不太像在吃什麼 不過中式的菜式是不錯的 例如這個蛋餅,餡料豐富外層都比較香脆 真的非常好吃 整體來說,除了部分西式的菜式比較奇怪之外 整個早餐的花瓣種類都算賺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算合格 當中就以中式的菜式比較出色一點 玩了兩天一夜,一拍三色 人均消費總共用了大概港幣800多元左右 而且因為撞正了長假期周末 所以這個價錢就算是很划算 當然如果平日上來的話便會便宜很多 其實大家預訂這間酒店的時候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預訂到嘉賓軒的客房 其實普通客房都OK的 因為行政走廊的質素真的比較平容一些 晚餐其實可以到商場都有不少的選擇 反而那個點心放題就真的必是 我將有關的資料細節放在資訊欄裏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分享 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在下一集的內容再見,拜拜!